大家好,我是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署的社工Otto 首先,很感谢汇丰保险赞助我们今次 汇丰保险期待同行爱佬护脑活动 我们知道在疫情之下 很多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都少了外出运动的机会 不过不要紧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体识能教练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运用我们这个子亲包包 家居运动,安在家中做运动 接下来的时间,我将会交给两位体识能教练 大家好,做运动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大家都知道 大家又知不知道做运动对认知障碍的患者有什么好处呢? 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四点 第一,就是可以提升脑部功能 第二,就可以改善情绪 第三,可以提升独立能力 最后呢,运动可以提升照顾者的体力 以应付日常照顾长者的需要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做运动的注意事项 第一点,是我们做运动之前 我们要做热身运动,去防止受伤的机会 第二点,是我们要选择适合的运动装粗 例如我这身的运动装粗,适合的运动衫,运动裤和运动鞋 第三点,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空间 选择一个空气流通,平坦和无在外物的空间做运动 第四点,是我们要量力而为,不要勉强自己 教练的指引,例如它的速度、强度,只是参考的作用 大家要因应自己的能力去调色 第五点,是我们做运动的时候要保持呼吸,不要闭气 最后一点,是我们做运动的时候 要留意我们两边都需要锻炼的 教练只有单边,大家要做另一边 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橡筋带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 第一件事,我们要调节一个适合的长度 橡筋带来说,如果长度越长,阻力越少 如果橡筋带距离短,阻力越大 第二件事,就是橡筋带的压法 我们要先把橡筋带放在虎口位置 然后打圈 尽量不要把幅度放得太紧 捉得太紧 然后第三件事,就是当我们使用橡筋带的时候 我们避免手腕的移动 我们要保持手腕和手腕都在同一个位置 手腕不要扭动 这些动作都是要避免的 最后当我们完成所有的动作之后 拿水和毛巾把它清洁好就可以了 接着来,我们会做一些热身的动作 坐着做或者站着做也可以 我们现在开始原地踏步 轻松慢慢踏 手也可以自然摆动 现在我们试一下脚照踏 然后双手连铁毛巾一起向上举 我们现在试一下 手不变的 然后脚就向前踏 脚差点地 好,预备开始 脚差点,脚差点,脚差点 对 我们现在试一下脚的位置不变 然后手就转斜向前推 预备开始 对 对 保持呼吸 我们记住一路做的时候都要 好了 脚这样点也有点累 我们照着刚才的原地踏步 但是手一路向前推 预备开始 好,我们现在试一下 转一下腰了 我们试一下 稍后两边摔毛巾 我们两只手就会一起拿着毛巾摔 我们先摔去左边 好,预备开始 左边两下 右边两下 左边两下 右边两下 左边两下 左边两下 右边两下 好了,也有点累了 好,我们深呼吸 呼呼 那我们的二身动作就做到这里了 接下来是一些阻力训练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会是二头肌的训练动作 大家留意要记住保持手肘不变 接下来会是三头肌的训练动作 大家记住留意手肘要指向正后方 接下来会是一个空肌的训练动作 两只手同时间向前推 记住集中用空肌去推前 接下来会是一个背肌的训练动作 留意做动作的时候要先打开肩膀 另外就是一个训练肌的训练动作 手慢慢向横向上举 记住不要缩肩膀 之后会是一个训练四头肌的动作 记住我们的重心是要向后坐 接下来会是一个双人的动作 会是训练二头肌和三头肌 要记得保持大家的连贯性和节奏性 接下来会是一个双人的动作 主要会是练习 空肌和背肌 留意两个人的节奏和连贯性 之后的双人动作 就是一个人做心筋的动作 另一个人就是举高双手 记住要配合大家的节奏和速度 之后就会是一个跌高脚的动作 是练习我们小腿的肌肉 记住我们的重心要放在脚趾宫 不要移动到脚趾尾的地方 另一个动作就会是一个 膝头向后屈曲的动作 记住两个膝头要保持同一个平面 之后的双人动作就是一个跌高脚 另一个小腿向后踢 记住要保持节奏和平衡 大家在做完运动之后 记得要做一些伸展运动去舒缓 伸展运动可以每天都做的 作用是增强大家的柔韵性 和维持关节的活动能力 每个伸展的姿势可以维持15-20秒 而且做三次 甚至运动可以牵涉全身 由上支做到下支 照顾者可以和认知障碍症的患者 一起做一起数 互相支持和鼓励 去维持运动的习惯 之后将会和大家介绍 你点我做互动游戏 相信大家在子亲包包 家居运动单章的最后一页 都发现一些数字和一个轮盘 其实当中的数字 是代表要进行运动动作的次数 我们可以给长者指出其中一格的数字 例如指着6 代表6次 指着7呢 就是代表7次 如此类推 轮盘上的文字 代表要进行运动动作 我们可以在轮盘上面放一支笔 做转軸 之后给长者随机转动这支笔 当停顿之后 不沾止住的就是要进行的运动动作 当长者选好数字和转动轮盘之后 长者和照顾者就可以按照指示 做出相对次数的运动动作 好像画面里面的结果一样 就是完成7次手臂屈举的动作 之后的时间就交给各位照顾者和长者 一起做运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